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鼓着我不求 有求必烦恼 诸心不常 一无所得 来着我不知 此在结婚 曲折我不留 诸法无法 先来看这一百九十八经 这经文 如是我闻 一时佛祝设谓国其数及孤独猿 二时世尊告诸彼丘一切无常 尽所有信 如何一切为眼无常 若设眼是眼处 眼处因缘生受 若苦若乐 若不苦不乐 彼也无常 如是耳鼻舌生意 若法亦是亦处 亦处因缘生受 这叙就是极地 因缘生受 的极地 苦因 若苦若乐 不苦不乐 彼也无常 為什麽的無常 因爲 因爲它是寬世間的三有為相 它是刹那刹那變滅 所以多聞聖帝子如釋觀者 於言解脫 只要它是夜相 如實了之 可以在這上面得解脫 若色遠視遠處 遠處因人生受 若苦若樂 不苦不樂 比意解脫 從這個無常的便利裡面 如實了之 得解脫 再來 如釋耳鼻舌生意法 意識益處 益處因人生受 若苦樂 不苦不樂 比意解脫 我説 比意解脫 生老病時 憂悲老苦 我説此今以朱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後行 如説一切無常 如釋一切苦空 一切非我 一切虛樂法 一切破壞法 一切生法 一切老法 一切病法 一切死法 一切愁法 一切煩惱法 一切疾法 一切滅法 一切絕法 一切斷法 一切絕法 一切絕法 一切作正 一切磨 一切磨式 一切磨器 這磨是 不是外面的 主要是自己內心的 一切瀾 這瀾是瀾燒的瀾 古製 無意的火製盤 這個瀾是瀾燒的瀾 一切瀾 一切赤瀾 一切燒 皆如上二經 廣說 在其他經典裡面 這些燃燒 一般都是在講煩惱 煩惱貪嗔痴 這種煩惱次然 像火在燒的意思 所以一开始有不高兴的念头 是叫做成 再来等到他势力慢慢 长成变成恨 就是想要去排斥 刚开始是心想发动 不喜欢 如果挥不掉的话 也想要去排斥 再来就是恨 再来又没有把这个恨消除 累积久之后变成怨 所以恨积久就变怨 再来 一直都如果都没有把他排斥掉 到后来好像心来的火 我们上面是很难 好像很旺盛 没收掉好像不可以 后来他就发动伤害 一段时间就叫做脑海 因为后来死得很痛苦 好像没发挥出来 好像很难熄火的感觉 那个次然 所以他这有一个 前后相续一直留下的作用 再来磁心 人家说称行人的时候 要用慈悲观 磁心 磁心有分这几种 第一就是光 再来就是大 再来就是无量 慈悲喜舍数量 有分这几个层次 先说光 光是对 你这个心火如果不是很旺的时候 可以压制下来 那我们说对下瓶 对下瓶次然 对下瓶次然 可以压下来的 那是光 再来如果对中瓶次然 可以压下来的 那是大 还是大 再来连散品 散品的烦恼都可以压下来的 那就是无量 这个瓶心到底是对白人的 或是在乘或是在训练自己的 主要是要训练自己的 主要是要训练自己的 但是他面对是这样 面对就是说对风 对风如果这个次然很刚开始是撑嘛 那再来是恨了 那后来是恨了 后来是脑海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中生如果出鼻到有力让他最严重的降到最低 那就是最高端的瓶心 因为有的人的心已经刺人跟华道控制了 你如果华道给他压下来 那就是你的瓶心很无量 他感受到你的很大慈悲那种感觉 可以 因为在这里还好控制 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必须控制 所以必须控制 你就可以让他控制下来 那表示说你的瓶心很 你看让人感觉的瓶心很好的 还是说你的瓶心很强 可以让对方平和下来 所以 佛道那个时候 我天破大都放一家 好像发狂的大象有吗 要去上火头有吗 那火头就用 就用很大的瓶心的力量 给他降伏来 他怎么降伏呢 他就是说 他五支状态一压起来而已 他就降伏来 是什么 因为 因为他瓶心广大 所以五支状态一压起来 每一支状态 都比作一只三压 狮子啊 那就是他的瓶心无量 他会发神通力 所以他 刚刚五支一压起来 让一家大象 看这五支状态 让一家狂项很快就温和下来 所以瓶心是在对峙这个 成心 这要去累積 要去一中 一直收到 这个瓶心可以以原本的广来大 最后来无量 比较无量广大 慈悲喜舍是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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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烧 所以赤兰和烧 相当也在讲称 由原本的一开始到恨怨 到最后脑海 赤兰就跟他恨怨 烧就跟他脑海 一开始烧就跟他 出动念的称 好 那瓷心可以让这些都得解脱 再来 我们再翻到203列 第199经 那话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著 茄色施丽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